而在端午廉价的第一天 苏花改公路从24号的夜间 就开始涌现了大量的车潮 直到25号的早上 车流量是突破了1万2千辆 另外在花莲火车站 花莲警方前一晚就以交通锥告示牌 做出了车道分流 把站前上下车乘客分开 避免交通打劫 而目前花莲县警方在廉价期间 也全日加派人员 在各市区重要路口 七星潭 太鲁阁等风景区 进行了交通疏导 希望用路人都能够行得顺畅 端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 苏花改从昨天夜里 就开始涌入了大量车潮 车流量突破了1万2千辆 还好花莲段部分虽然车多 但不至于回堵 苏花改的隧道 就是刚刚在电厂那边 那个隧道 刚进来的时数大概20 苏花改的话 其中有一段路只有十几 国五很慢 国五只有2到40而已 河中隧道的部分 那树立的部分已经提高到70 那最低限速是50公里 那155黑处的人青隧道 仍然是保持在50公里 也希望民众能够依照限速来行驶 以免受罚 另外在花莲火车站 花莲警方前一晚就以交通追高释牌 做出了车道分流 把站前上下车的乘客分开 避免交通打劫 由于每次这个返疆人潮都非常多 那往往会造成要送客跟接客 这个返疆人潮的部分造成庸舍 那这次我们采用车道分离的部分 有效可以缓解这次廉价所造成的塞车状况 互联陷阱局交通队指出 廉价首日上午南下车潮明显增多 苏花改花莲段车多但顺畅 都能够维持正常的速限 没有回堵的情况 而警方也会在连续假期期间 全日加派人员在市区 以及各个重要路口 包括了清新潭 太陆阁等等的风景区在内 进行交通疏导 希望用路人都能行得顺畅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